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港股》 我們今個星期的嘉賓是 封聖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Alex Alex,你好 你好 先看看港股今個星期的表現 滬港通星期一公佈落實推出 恆指一度升超過500點 不過最終收市反高潮 收市只升了194點 恆指星期二、三、四繼續有得升 不過升幅未見顯著 分別升了63點、129點和81點 來到星期五,恆指今早高開28點 中午前暫時要掉頭向下 Alex,滬港通落實之後 恆指計上昨天連升了4天 但升幅不算很凌厲 不過今個星期的成交算不錯 星期一、二成交還超過900億 其實恆指升到上這些水平 短期是否很難再升呢 我想上二萬五就比較難 因為其實滬港通之後 多了些錢轉過去A股那邊 即我們這邊的投資者 對於我們那些有折讓的中資股 其實可能是有日價的中資股 其實可能是沒有什麼動力的 變成了會削弱了部分的藍籌股的表現 我覺得你這樣看下去的話 就向上的機會是稍高的 不過亦都我想會有些反反覆覆的 可能開通初期就有少許機會出現一些 獲利回吐先 反而是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升的動力是不夠 還有就可能要反覆一陣 但是長遠來講 應該都還是向好的機會高一點的 內險股昨天升得不錯 不過內險股好像平保一樣 H股較A股存在日價 滬港通推出之後 未來會不會壓住平保的升勢 平保現價是否值得留意 會有些拖著 但其實現在的幅度是去到少於10% 我想你就開始見到 很多那些套凳本 都不會覺得這個水位會很吸引 因為你說的 首先有很多基金是不可以 因為它追蹤指數的問題 它不會跨境去做套凳 這件事會令到兩邊的差價依然存在 但是那個幅度應該會窄一點 但是你去到4%至5%的話 你也要拖 所以我覺得那個力 就未必好像很多人預計那麼大 因為有一個額度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從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其實保險股是不會太厲害 但也未至於一定會拖死 我覺得你從一個長遠的角度來看的話 可能如果是一個個人投資者的話 就去A股買 我覺得是 就不用在香港買 但表現來說 正路來說 就可能這些位置會上一些 中新網報導 國內的油價 明天起會有新一輪減價 看到昨晚 旗油的價格 亦都創了4年的新低 今早中石油早段 亦都跌了2% 石油相關股份 未來是否都要避之質疊 我覺得還是先避了 因為現在跌到氣勢很厲害 跌下來的一下 好像沒有底 雖然其實昨天跌 和旗油快要結算 也可能有些關係 但怎樣也好 你彈上去 上一次去到80元左右 已經被人掉頭再扔下來 那個力氣走勢很差 現在美元強 美國的供應又多 這些都是一些改變不到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都是給了一些石油股 Alex 今天有沒有股份推介 我覺得如果你從胡廣通的想法 你還是選擇一些 兩邊投資者都不是太過 都比較上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可以想回比納迪 因為你今天A股表現不錯 而香港這邊還是滯後 因為A股升 但是H股不升 但是那個情況 我想你講的 之前業績的負面影響 應該消化了這麼久 應該差不多 我覺得反過來看 應該有些機會 首先那個電池業務 可能會有些人憧憬 另外我想電池業務 Texter最近都好一點 還有這些新能源股 最近其實是受過油價 有少少影響氣氛 但是我覺得長遠來說 如果你真的搏油股 不是搏這些 所以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純粹搏它 因為有些新聞 然後A股就有反應 但是H股沒有 我覺得可以搏一下 現價可否可以賣入 以及可以上網到哪些水平 我想你講的 接近業績後的位置 大概是51.9% 即約10%左右的反彈 你講的紫蝕位 就不用太遠 45元也夠了 因為現在香港是便宜過國內的 如果你胡廣通之後 你還要下跌的話 我覺得都會斬下去算了 其實這個股份一向的波幅都大 所以上落範圍是大的 但我想你45元 都應該可以作為支持位置 Alex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我們客戶會有持有比亞迪 港股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 會集中講一下 互廣通和內地股市的情況